哈喽大家好,我是Elaine,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一个生活母营类的业余博主 目前是在美国旧行山湾区做一名工程师 最近巴黎奥运会大家不知道都有没有观看 那作为每四年一次的全球性的奥运赛事 会收到所有人聚集的目光 那相对于国内来说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在欧美这边 孩子教育的压力会比较小 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我在美国也待了十几年的时间了 那深深地也感受到了在这边的文化 其实是基体育,真的是全民体育 那当然了,这并不代表在这边不注重文化课程 其实相反的,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一个很优秀的孩子都是全面发展的 只是在这边来说 体育和功课是以不同的形式和机制来教育孩子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想抛砖引玉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美国这边鸡娃鸡体育这件事情的一些观察 还有就是想针对这次巴黎奥运会 中国队拿到金牌的几个比赛项目 背后的一些故事 今天的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练体育的好处 同时还有付出 第二个部分就是练体育的目的 第三个部分就是常见体育的一些项目 好,我们首先说一下练体育的好处和付出 那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强身健体 这个也是不言而喻了 一般来说练体育的孩子的身体 都会比同龄人或者其他不练体育的人 相对来说都会更加强壮一些 因为毕竟在训练当中 他们可能都要进行一定强度的体能训练 那第二个呢就是培养心理素质 坚韧不拔的品质 还有永不服输的精神 这个也是通过他们在不断的训练和打比赛当中 获得的能力 因为所有的训练和比赛项目 你不可能每次都是成功 肯定会有失败和遇到挫折的时候 所以在这一次次失败和挫折当中 孩子培养出了这种坚韧不拔的品质 是很多家长所看重的 第三个呢就是塑造性格 孩子嘛都有不同的性格 但是在体育训练当中 可能会帮助你的孩子 会更加的打开他们的视野 打开他们的心胸 有研究表示呢 长期进行体育项目的孩子 他们的性格可能都是相对自信和开朗的 第四个好处呢就是团队合作能力 这个当然也是取决于你的孩子 进行的是个人体育赛事 还是集体体育赛事 如果是集体的话呢 他的队友就有很多 所以需要和他一起来并肩作战 在这个训练和比赛的过程当中 他们必然会学习团队合作能力 那就算是个人项目来说 虽然打比赛的时候 他是个人参赛 可能相对来说训练的时候会比较孤独 但是他们整个团队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 包括比如他以后要去俱乐部呀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够培养 他的这个小团体的概念 第五个呢就是融入圈子 这个也很好理解 因为你在长期的比赛和训练当中 你肯定是要跟你的队员 或者是你整个训练部的人 有很多的交涉 那这个圈子呢 可能也不仅仅是孩子他们本身 还有包括家长的圈子 很多时候家长是需要陪同 包括带他们去世界各地参加比赛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发现 身边联系比较多的 就是相同去参加这些比赛的人 不知不觉呢 就会形成了这样一个圈子 那这个朋友圈呢 可能不仅仅是对你现在训练和 基体育来说有帮助 也可能对他们进入大学 还有进入以后的社会来说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些革命友谊 包括你们家长之间这种情感 在之后来说也可能会派上用场 那第六个呢就是时间管理 在美国这边孩子 其实是推崇全面发展的 所以就算你的孩子 在某项体育赛事当中 非常的有天赋 拿到了很好的成绩 大家也会希望 他们的文化成绩不要落后 这个不仅仅是来自于家长 还有学校也是这样 所以就算你的孩子 是通过体育特长生 进了非常好的大学 那么在大学当中呢 他们也是需要你的孩子 能够去maintain这个文化成绩 包括每一个学期 是需要修满固定的学分 并且达到一定的成绩的 所以孩子们很小就要学会 如何去进行时间管理 就是他可能在长期 需要花时间去训练 某项体育项目的时候 也要去保持他的文化成绩 如何去把自己每一天的时间 每个月的时间 每年的时间 好好的规划 以及去学习 做时间管理 都是这些练体育的孩子 从小就要去学习的技能 那第七个呢 就是升学爬腾 这个可能也是很多 华裔家长都知道的 就是大家很多时候 都会比较功利的想 我帮孩子练体育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 进入长青藤的学校 这个原因也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第一体育生 特别是能够在奥运会当中 拿到奖牌的体育特长生 为学校带来的 不仅仅是荣誉 还有就是赞助 还有金钱上的support 那其次呢 体育特长生 他们有很多 坚韧不拔的品质 对学校来说 也是非常看重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 获取率一度可以达到83% 那相对学术排名的 非运动员的录取率 只有16% 而普通的学生只有5% 第八个呢 就是找工作了 除了之前提到的一些 connection 可能会对你的孩子 找工作有所帮助之外呢 最近还有很多人都在说 好像像这种投行 工作压力稍微比较大 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地方 其实是非常喜欢 招收体育生的 因为他们认为 这些人时间管理比较好 他们的精力也比较旺盛 好胜心强 那除了以上所说的好处之外呢 当然也有付出了 第一个付出呢 就是金钱 很多时候机体育 都是从小开始的 这个金钱的投入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这个当然也取决于 你练的是哪一种类型的项目 比如说高尔夫 可能就相对来说 会比较贵 那第二个付出呢 就是时间 这个时间其实不仅仅 是孩子的时间 还有就是家长的时间 孩子的时间 当然不言而喻 从某一个年纪开始 就要去长期的 坚持的进行训练 还有比赛 那如果这个项目 是需要家长 带着他们去 到处去比赛的话呢 那也要去想一想 你自己的时间上 是否可以带着孩子 去进行长期的训练 不仅仅是接送 还有可能是满世界的 非参加体育项目的比赛 第三个呢 就是坚持下去的动力 因为在整个训练当中 不可能只有成功 肯定有很多失败 挫折还有怀疑 那在这个一系列的 失败挫折怀疑当中 如何才能够找到 让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 如果没有兴趣所在 可能也不会motivate孩子 坚持长期继续下去 好那第二个呢 我来说一下练体育的目的 其实上面说这么多的好处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也可以帮助你找到 你帮孩子练体育的目的 或者是孩子自身 为了想学这个体育 想要达到的目的 那作为家长来说呢 我觉得很多人 可能会比较在意 刚才说到的强身健体 第二个就是 他的品质的锻炼 我觉得这两个加在一起 真的是很多 在北美这边的家长 为了想要帮孩子 练体育的很多出发点的目的 那很多孩子拿到奖项 很多时候都是看 他们自己的体育天赋 还有领悟 那这个时候家长能做的呢 可能就是帮助他们 一个平台 以及不断去督促他们 完成某个训练 因为很小的孩子 其实自控力都没有那么好 如果你真的是完全放手 让他们去练某个体育 就算他们刚开始 有一定的兴趣 想要去拿到一定的成绩 但是孩子的天性呢 可能都会因为 途中的某个挫折 而想要放弃 所以家长这个时候 可能就是帮助他们 能够去坚持下去 那当然了 如果你的目的 不是培养兴趣 帮助他们强身健体 以及锻炼品质 你继体的目的是 要培养一个世界冠军 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个时候可能会需要 更多的天赋 更严格的训练 和更加自律 那如果你仅仅是为了 升学爬腾 那大家应该都会听过NCCA 这个就是美国大学体育协会 它会把学校的队伍 分成了第一第二和第三 第一是NCCA 体育中最高级别的竞技水平 拥有最大的学校 和最高的资源投入 第一的学校 通常具有较大的校园 更多的学生 和更广泛的体育项目 竞技水平也非常的高 运动员需要具备 出色的体育天赋和表现 那第一学校呢 通常提供全额奖学金 或者部分奖学金 给体育项目优秀的运动员 第二是NCCA体育的 终极竞技水平 第二学校规模较小 资源投入相对较少 仍然提供良好的 竞技水平和机会 学校也可以提供 部分奖学金给运动员 那它学校呢 本身是比较注重学术成绩 和体育的平衡发展 那最后的第三呢 是NCCA体育中 非竞技类型奖学金的级别 第三的学校注重学术成绩 和全面发展 学生的学术表现至关重要 第三学校也不提供 体育奖学金 但是呢 当然有学术奖学金 学校在第三学校 可以享受更大的灵活性 同时追求学术和体育兴趣 那大家可能会问了 所谓的长青藤 或者排名比较靠前的学校 是不是都集中在第一和第二 那事实其实并非如此 比如大家所熟知的 哈佛大学 数一数二的名校 它其实是属于第三的 所以这个第一和第二 第三的划分呢 其实针对于体育项目来说 如果你是非常希望孩子 进入这种体育很强大的学校 那你可能就要考虑 第一和第二的学校 但是呢 如果你是想追求全面发展 然后呢 希望孩子在学术成绩上 也达到一定的建树 那你可能会比较看 第三这类的学校 那后来我自己在小红书 也看到了很多 在北美这边的家长分享的 为什么自己想要去 帮助孩子积体育 或者说帮助孩子 长期坚持一项体育训练 我也有很多的感想 我也慢慢地理解了这些爸妈 为什么会愿意花时间和金钱去投入 在任何一项 只要孩子愿意坚持下去的体育项目当中 都可以培养他们一生受益 非浅的品质 孩子每一次赢的背后 可能都是充满了多次的训练 时间还有泪水 还有失败 在多次失败当中 孩子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都会一次次地被打击 那失败后的失望 可能来自于队友 可能来自于教练 可能来自于家长 也甚至来自于自己 这个时候他们真的是需要去学会 如何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克服内心的恐惧 困难 懒惰 还有失望 通过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一次次地去站起来 在这种困难和挫折当中 不被打倒 并且可以坚持走下去的决心 就是让家长感到骄傲和自豪的 光是这种品质的训练 就不是通过爸妈 简单的语言的教育 而可以达到的 这个正是通过了 体育训练这个载体 而这个体育训练的载体 肯定也不是唯一的方式 只是说它是最平民 最直接 最粗暴的一种方式 因为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在他兴趣范围之内 找到一个适合他训练的项目 那当然可能你也会说 长期的体育训练 需要非常多金钱的投入 当然它会根据你不同的项目 可能会有一些barons 但是选择投入多少 其实是家长可以决定的 所以你可以在自己的 能力范围之内去积体育 好那第三个部分 想给你们分享一下 常见的体育项目 最基本的项目包括 篮球 足球 棒球 游泳 跑步 田径和跳舞 那稍微终极一点的项目 包括滑冰 滑雪 体操 基建 攀岩 皮划艇 冲浪 高尔夫 冰球 跆拳道 那稍微高端的一点 包括跟你所在的地理位置 很有关系 看是不是适合这些项目的 包括翻船 风帆 航海 马术 潜水等等 那在这边帮助孩子练以上项目 一般的模式 都会是先选几个 比较适合孩子的项目 然后让他们自己去看看 自己会更喜欢哪一类的项目 然后呢 一般是通过在社区里面 报兴趣班开始 如果孩子比较感兴趣 并且在社区当中 拿到了一定名次 可能就会开始着重重点培养了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只会选 一类项目 开始进行长期的训练 那只有在社区比赛当中 拿到比较好的名次的孩子 才能够去接受更专业的训练 然后甚至包括 后面进行国家级的选拔 据我所知 身边的人选的比较多的 包括游泳 还有滑雪 特别是如果你所在的区域 比较适合滑雪的话 像湾区还有LA 就非常适合带孩子去滑雪 然后就是高尔夫 然后最近几年 也有很多的家长 帮孩子选基建 这个基建之前是冷门项目 但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人练了 现在竞争也比较激烈 那说到基体育项目 最后呢 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我看了一些奥运比赛项目 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项目 以及这些奥运冠军 背后的一些故事 那第一个想说的呢 就是女子单打网球冠军 郑清文 在一步步靠着自己的体力 打了两个艰苦卓雪的 三个小时比赛之后 在决赛中 郑清文又成功的 以2比0击败 打败克罗地亚选手 维基奇 夺得了中国奥运史上 首个网球女单冠军 Queen文再一次完美成功突破 创造了中国网球新的里程碑 那郑清文呢 是2002年出生于湖北实验 从小就展现了极高的体育天赋 在2008年的时候 他随父亲郑建平观察北京奥运会时 对网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郑清文的父亲郑建平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热衷体育的陪练 到严格管理的教练 郑建平的教育方式 一度被称为狼霸式的教育 那郑清文夺冠也有四大细节 第一个就是他有极高的自律 郑清文的教练曾说 郑清文一年365天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只吃鸡胸肉和西兰花 而且凌晨4点半就会起床训练 并且会不断地要求加练 第二个细节就是他有超强的体力 他两天连续激战7小时 三天总共打了9个小时的比赛 其实他已经快虚脱了 但是他还是在咬牙坚持 所以除了这个意志力之外 就是靠他底层的这个超强的体力了 第三个细节就是父亲的严厉 上面也提到了 郑清文在接受采访过程当中 有一个回答会非常让人心疼 就是他说自己终于为家族争光了 希望父亲不要再对自己这么严厉了 所以每个运动员的背后 不是有严厉的家长 就是有个严厉的老师 第四个呢就是表达能力很强 在采访中可以听出来 他的表达能力真的很强 不管是中文前后衔接成语的运用 还是流利的英文都对答如流 那第二个让我印象深刻的项目就是 游泳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 那这里的猜算选手包括 徐家瑜 秦海洋 孙嘉峻和潘展乐 这个项目其实进入奥运会以来 只要有美国队参加 就是美国队的天下 它已经统治了接近40年 其实这个项目夺冠需要四个单项 都有顶尖运动员参加 才有可能夺冠 经过多年的发展 中国在四个泳资中 三个都有选手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 仅剩下男子蝶泳一个项目比较偏弱 那这个接力组合呢 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徐家瑜他是一名28岁的老将 也是接力中的第一棒 在第一棒 杨勇守住了第一的位置 为中国队开了个好头 秦海洋25岁 也是传说中的蛙王 在100米和200米蛙勇相继失利下 他坦诚 我的问题就是想法太多 太想赢了 思想没有调整好 但是在队友和教练的鼓励下 在这个接力比赛中 第二棒蛙勇中游出了57秒98的成绩 是8名选手中唯一游近58秒的 也是让他最后完成金牌梦想的一个原因 孙嘉峻第三棒 24岁 原本的蝶勇主力王长浩 因为发烧影响状态 所以孙嘉峻其实是临时受命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一项和其他队友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当时他肯定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因为如果万一最后没有拿到理想成绩 大家都会怪他 那就算拿到了大家 还是会觉得他是拖后腿的那个 所以真的很难 那最后呢 他也是拼尽了全力 他自己都透露 在比赛冲刺阶段 他并没有换气 一口气憋了8米 但是平时战术应该是只能憋5米的 所以他也真的是用了自己的极限状态 这个也回应了我之前所说的 运动员真的是在拼命的挑战自己 挑战极限 当时他就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加速到边 给潘展乐争取时间 最后他也真的创造出了个人最好成绩 最后一棒 潘展乐 当时正值20岁生日 也是中国飞鱼 在最后一棒绝地反击 从落后别人半个身子 到最后反超对手半个身子 为中国队奠顶胜局 45秒92的惊人成绩 让所有人都震惊 在出征巴黎奥运会之前 潘展乐曾经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 在生日那天接力决赛中游近46秒 从100米自由泳决赛 打破自己保持了世界纪录 到在接力赛场上兑现承诺 真的让人狠狠地期待住了 这个刚刚20岁的花样男孩子 整个视频毫不夸张 我看了不止十遍 每次都会被他们这种用尽拼搏 挑战自己 挑战极限的这种精神所感动 这个精神真的是可以传染了 就算是我没有去现场 就算是我只看到了画面 就算是无声的 我都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 第三个项目呢 就是100米自由泳 也是刚才所提到的潘展乐 这个项目的冠军 长期被欧美国家垄断 潘展乐的魂一 此前外交都不建议他 练100米自由泳 因为觉得在欧美人的优势项目中 抢得一席之地太难了 但是潘展乐却将命运 把握在了自己手中 他不仅让中国人 战胜了百米自由泳最高领奖台 而且还以46秒4的成绩 创了新的世界纪录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80奥运会游泳的水池深度 其实是2.15米 相对于国际体栏建议的3米来说 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有不少顶尖选手都表示 这是他们游过最慢的泳池 中国游泳队陷入要减舆论 致使海外媒体和选手 都以一种非常敌意的方式 对待中国运动员 加上远超其他国家运动员的 要减次数 其实这届奥运会当中 中国游泳队始终笼罩在 巨大的压力当中 所以在前几个比赛当中 由于成绩的低迷和没有金牌入账 运动员们承受了负面一论 也达到了顶峰 但是正是由于攀展了这个金牌 给大家带来了斗志 带来了希望 你也可以看到 以上的这个接力比赛 也正是因为了攀展了这个金牌 给所有人的带来的希望 提升了气势 那最后也想提一下 我在看了很多运动员赛后采访之后 发现新一代的这种奥运运动员 95后甚至00后 他们展现出来的这种松弛感和接地气 也是让人感到非常欣喜的 那希望所有的家长 也要学会这种松弛感 在鸡娃鸡体育的时候 我们也要放松心态 找到你们鸡娃鸡体育的初衷和目的 那如果你也在对孩子鸡体育的话 不妨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目前在哪个阶段 以及你帮孩子选择的是哪项体育赛事 也可以给我留言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别忘了给他点赞评论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